這我影片比較久的人應該都知道,我平常除了迪士尼之外,比較喜歡的影劇類型都是那種有點電波或是獵奇類的東西,然後時不時會看一些清洗劇,吸收療癒能量。 那前陣子我受到大貓動畫工作室的邀請出席了他們家的全新動畫作品《德哥與皮皮》的首映會,一次看完第一季,一共六集,真的有一種充電到的感覺。 《德哥與皮皮》的故事描述一個有咖啡夢想開一間屬於自己的咖啡廳的女生菲菲,因為被捲入科學意外導致她的房間和火星出現了重疊空間,這場意外也讓她養了兩隻貓咪,《德哥和皮皮》變成有高智能的外星貓,《德哥》從此會兩腳行走,還會說話,皮皮則是有可以隨心所欲變身的超能力,造成這場科學意外的菲菲的青梅竹馬歐仔則是被困在火星的重疊空間裡面,回到地球的唯一出口是菲菲咖啡廳裡面的烤箱,卻因為太胖了, 出不來,每一集就是看著她卡在牆壁上和其他角色互動這樣,非常跳又可愛的設定,讓人想一集一集看下去。 這部跟《拉拉雄與小薰》還有《烈子》蠻類似的,走一個比較日常風格,但是它裡面的笑點比較成人像,所以它不是兒童取向的動畫作品,每集短短10分鐘沒有什麼負擔,就是為了治癒而存在的作品。 個人最欣賞這部動畫的地方是雖然她的整個故事背景都是圍繞在菲菲咖啡館,卻可以運用火星空間挫折的設定,擴展整個世界觀。 多了一些來自外型的角色,像是火星人叉叉仔,星際美食布洛克美珠,反叛米瑞姐,整個故事就第一集看來並不是有一個關鍵詛咒,卻會想要讓人沉浸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小咖啡館裡面,因為每個角色的設定都太有趣,光是看他們淡淡的日常也很滿足。 基本上整部影集就是文青的夢想成真,就是每天泡在咖啡廳裡面吸吸貓,吸吸咖啡香,然後喵星人還真的是喵星人,連我這個不是貓派的人都被徹底治癒了。 其中皮皮這個角色就是本劇的一個賣萌擔當,可以變身的設定非常犯規是史上最方便的劇情工具,必要時還可以變成怕靈機,或是機車,或是企鵝。 剛才有提到德哥與皮皮是由大貓動畫公司製作的,非常難得有機會可以介紹到來自台灣團隊的作品。 那這個動畫團隊呢,他們之前還有我們的月亮,還有七點半的太空人,這兩個同樣非常可愛的3D動畫作品。 畢竟是台灣人團隊,他們作品中會有蠻多很接地氣的設定,譬如這七點半的太空人,就是以南投的中心心村作為概念參考的。 那這次德哥與皮皮的背景看起來是東北角的感覺,還加入了愛找茶的菲菲的國中老師這樣的設定。 都是台灣觀眾比較有過敏的梗,看到台灣團隊可以在這種小細節把在地特色發揚光大,是件很感動的事情。 另外過去台灣動畫的配音員,除了廣告或是很少數的原創作品,大多數都只能配外來的動畫作品,像是日本動漫的中沛之類的。 所以他們長期以來的發揮是很受限的,那德哥與皮皮就是一個很難得的發揮機會。 這部的配音是讓聲優先對著草圖表演,動畫在照著聲音去表現的,所以成果看起來會更自然。 畢竟部分觀眾都是有點排斥中沛的,所以這部分以台灣配音產業來說也很有意義。 再來還有一個很可以象徵台灣文化的小彩蛋,台灣動畫事前未有,有一個替代意出現在畫面中。 台灣觀眾看起來是特別有親切感的。 德哥與皮皮從角色設計、美術風格、劇本到這次上映總共耗時三年的時間。 那上次我參加講座的時候,導演文維修也有分享到,做一部動畫背後是要下非常非常多功夫的。 一起短短10分鐘的動畫,需要考錄到運鏡、角色的聲音好、畫面搭配、諸多元素。 那反覆去確認有沒有需要修改或是加強的地方。 就像我之前做迪士尼動畫系列的時候會提到動畫師他們是非常辛苦、非常爆肝那種工作。 大貓動畫工作室,上上下下為了作品真與完美,反覆把第一季看了不知道幾百遍。 今年剛好是5月天第一張專輯發行20週年,瘋狂世界重新編曲之後再搭上這部動畫,他們還另外推出動畫版特別MV。非常非常用心。 那這次片名裡面的兩個主角德哥與皮皮呢,他的角色的原型是來自於導演王衛說他們自己家裡養的兩隻貓咪。 所以他算是以一個很有愛的視角在詮釋貓和主人之間的互動。 貓奴看這部一定會嗨到瘋掉,非常推薦給喜歡貓咪、喜歡咖啡、喜歡沈浸在自己小宇宙裡面的人看。 這部很適合那種週末想要轉換心情的時候,花費咖啡窩在沙發上自己一個人看。 真的覺得台灣人的動畫團隊就是要用力支持一下,給他們一點生產第二季的能量。 因為第一季看完真的是蠻異猶未盡的啦,只有六集,而且他整個世界觀是非常有發展空間的。 德哥與皮皮呢,他在7月14號已經在公視首播了,每週日的晚上6點的都會在公視還有Line TV播出, 在公視首播的7日內,也可以在公視的串流平台公視不到上面看得到。 以上就對德哥與皮皮做個非常優質的台灣動畫的推薦了,詳細資訊我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我們下次見了,掰掰!